各位同学,我们这边已经处理到发表新文章了 好,那首先我们要两个视窗 一个是在这边 潘老师把常用的一些语法都已经贴在这边了 那你将来不用背 到时候就来复制,这样就可以了 那另外一个呢,在这边 发表新文章 这里面最特别要注意的一件事 就是你的语法不是贴在这里 而是要看这边 这边有没有看到这几个字是什么 原始码编辑模式 看到没,原始码编辑模式 除了这里以外 这边也还有一个 看到没,html 这两个是一样的 按下去以后它就会开第三个视窗 就是我在影片中讲的第三个视窗 那语法不是直接打在文章里 它只会显示语法的内容 而不会产生语法的结果 那你要按下这两个地方 它会跳出一个新视窗 在那里编辑才行 好,我们现在按下原始码编辑模式 好,你看第三个视窗跳出来了 第三个视窗跳出来了 那我们今天要教哪一个语法呢? 今天我们要教两个最简单的 就算错误也不会发生什么重大事情的 第一个叫做改变文字的颜色 看到没?改变文字的颜色 这个非常简单 那语法内容在哪里呢? 这一段就是语法的内容 请你把这一段复制下来 那复制下来 老师我都看不懂,不要怕 你有没有发现其中有看得懂的地方 这边有中文啊 文字内容 这边还有两个字叫什么? 注意,这一些就是你要去修改的地方 好,来 我们先把它反白 你如果太前面它会整个反白不对 你要到这边正好变直线的时候 又不要变了 好,不要到下面哦 到这里 右键复制 这样就复制好语法了 这是第一步 然后来到这里 贴上 这边 把它输入 你要显示的内容 比如说我要输入 潘老师好帅 看到了吗? 潘老师好帅 那接下来文字就已经输入好了 接下来我们要改变这个色码 其实请你注意看哦 这边是不是有两个点点 看到吗? 这边有两个点点 有没有看到? 很小哦 然后色码前面有一个紧字号 有没有看到? 其实点点的中间 从紧字号开始就是色码 那我把紧字号也复制好了 所以你待会儿紧字号需不需要复制 不需要 你只要复制后面这一段色码 色码总共有六个符号 包括英文和数字 来我们回到潘老师的魔法书这里来 下面这里就有 有没有看到这里 我这边写了红色对不对 这一段就是红色的语法对不对 有没有看到点点 有没有看到紧字号 好那你猜我们要复制哪一段 FF0000 好这六个 123456 这几个我们把它复制下来 紧字号后面的 我讲到这里有没有很困难啊 没有吧 就是紧字号后面这里复制下来嘛 对不对 复制 这就是红色 老师我不要红色 这里还有橙色 橙色的紧字号后面是哪里 FF6600 就复制这一段 这样很难吗 应该还好吧 你只要去找谁 紧字号和谁 点点 你只要会看这三个就没问题了 好 我们用橘色好不好 我们把FF6600复制下来 回到这里来 把色码两个字反白 然后右键贴上 把这个取代成FF6600 这样就可以了 好我们来做一遍 贴上 注意这段语法就改完了 你仔细想想没有很难啊 没有很难 那这一段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我来翻译成人类的语言 给大家听一下 这一段的意思 这段的意思 前面这个是 改变颜色成 FF6600吧 开始 然后他就 盘老师好帅 突然又来了 这一段的意思 反斜线FONT 你会发现FONT 头也是FONT 我也是反斜线FONT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前面的命令到此为止 所以这一句话 电脑读到以后 他就把潘老师好帅这几个字 改成 FF6600 这个颜色 也就是什么颜色 橙色 各位同学 这样你看得懂了吗 这样语法经过翻译 你就看得懂了吗 对不对 那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了 如果把潘老这两个字 搬到最前面去 变成潘老 才出现这一段 然后再来是思好帅 然后再来出现这一段 请问 等他显示的时候 会变成怎样 有没有人可以答对 思好帅有改变颜色 对不对 因为他命令是不是开始了 这段命令是不是开始 那潘老这两个 有没有受到他的命令 所以潘老会不会改颜色 不会 只有谁会改颜色 思好帅 答对了 恭喜你 那如果我再把帅 搬到后面去 变成现在这样 你猜 整句 他会变成什么结果 潘老有没有变 没有 谁有变 帅呢 又变回原来 这样很容易吧 好 这是第一个 改变文字颜色的方法 我们先做 这第一个 你改好以后 按下更新 记得 送出以前先复制下来 免得万一出错了 你还要重新复制 然后按下更新 现在这里是不是还空白 我们按下更新 你看 跟我们预计的结果一不一样 一样 潘老 思好 帅 好 这是第一个 待会我们要练第二个 所以我们 你如果这个成功了 按下原始码编辑模式 把这个取消 你看他会帮你改掉 那你再把原来贴回去 我们待会准备练第二个 这样有没有问题 好 好